为期两个星期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目前正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 那么来自200个国家的代表 放眼要在这场会议当中敲定 如何达成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 其中有超过40个国家承诺会逐步淘汰煤炭 但这项承诺却没有列出执行的细节 也没有拟定时间表 就让环保团体狠批 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富裕国家 没有决心想要解决气候问题 那么向来积极为环保课题发生的 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更是不客气的批评 联合国气候大会是一场失败的会议 他形容这场大会只不过是互相庆祝 然后一切照旧的活动 领袖们在会议当中只不过是在讲废话而已 那么昨天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环保人士 也聚集在会场外示威 呼吁各国领导人必须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 配合正在进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 数以千计的青年昨天聚集在峰会会场外示威 他们拿起扩音器高喊口号 高举各种横幅 甚至还有人头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等各国领导人的头套 暗讽他们没有为气候变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而环保人士在台上发言时 则要求各国领导人必须重视气候变化课题 不要再注重金钱上的利益 除了希望各国领导人关注气候变化课题 有环保组织甚至特地将一座寺敦重 同时正在融化的格陵兰冰川的冰块运到会场外 以借此提醒与会各方坚守谈判目的 同时也呼吁外界注意在北极地区的气候危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